好,盧太就問了,他說想問1772禁峰的前景 他說其實他的業績也做得不錯,為什麼之前要跌呢? 其實他的持貨水平就是103元買的 他說你的看法應該怎樣呢? 怎樣提示他呢? 就是現在先坐著,還是應該怎樣做呢? 坦白說,我自己都覺得禁峰你業過去那段時間 這樣跌下來,有一點點是不合理的 就是你如果拿回內地那個理髮物的價格 或者你現在看到最新的業績那個表現 其實就真是很難去解釋到的 那原因是什麼呢? 如果真的要找一些理由去解釋 那可能大家都是關心 究竟你那個供應的供應 會不會在未來這幾年會有一個大幅的增加 就是代表著你價在這些水平再升的空間很有限 甚至乎可能會反過來跌下來 其中一個的關心就說 因為現在有很多的電動車的企業 自己都參與一些開採理礦的業務 或者是投資去很多其他的理礦 去加大那個生產 那一來就說對於全球理的那個生產 那個供應呢 會有一個潛在的上升 那其次就說如果當一些車廠 或者電池廠 自己都開始投資上有理礦的業務呢? 那對於禁封那個的依賴就可能會慢慢地降低 那所以即使你說接下來你的保持當高位都好 那你禁封那個的訂單量啊 那個消貨量啊 會不會都有機會有個壓力呢? 那這方面就可能市場在過去這一段時間呢 都有些是擔心啊 那從而就令到估值呢 有個很明顯的回調啊 因為這一段你很明顯看到那個股價跌呢 就不是因為盈利預測的下調 你看它的業績表現啊 看一些行對於盈利預測那個走勢呢 不是說特別差 不是特別悲觀 那但是純粹的估值上面 由之前PE啊三十幾倍 跌到下去現在只剩下十幾倍呢 就很明顯上面見到那個評價有個很大的一個 就是打折的壓力 那但是你說打到下去現在十幾倍PE 面對著今年都還是高增長的公司 是不是再會有個很大的下跌呢? 那這方面我就不是說看得太過悲觀了 那但是當然你說升的 暫時也都不要說望著之前 百五、百六元那些位去到做目標了 那可能都是先望著呢 大概上面上分一百塊 那那些位置就可能考慮去到慢慢減一下那些貨